苹果的M1芯片发布快三年了 谁赞成谁反对 我们看一下 OBS 同心会议还有这个Zoom 这三个都是赞成 而且是非常支持的 你看它显示的是Apple芯片 上面两个一个抖音 一个模拟器软件 用的是iOS版 这是苹果芯片的特性 这也算支持 下面的谷歌浏览器 Word 简映 微信 QQ QQ音乐 这些软件写的都是通用 它的意思是 既支持苹果芯片 又支持英特尔芯片 这是典型的两面派 两面都站队 那谁反对呢 千牛只支持英特尔 还有ForSmile 还有这两个开源软件 这几个软件 目前只支持英特尔芯片 在苹果M1芯片的电脑上 只能用转移器来转移 千牛 ForSmile 这类的软件 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